大家好,我們是Wi-Fi 相信透過這個比賽大家都已經有所成長 而我們也是 所以現在我們是Smoder Wi-Fi 我們這一次的主題呢 是智慧農業 Smoder Agri-culture 首先就由我來為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故事 其實我本身就是一名農家子弟 小的時候常常跟著爸爸媽媽到果園去工作 有時候天氣很熱 我們可以暫時的躲在樹蔭下休息 而爸爸媽媽呢 卻繼續頂著烈日努力工作 有時候外面開始下起暴雨 他們隨便穿著一件雨衣 就趕快到果園巡視作物 然而這些努力、這些付出 只是為了能夠在豐收的時間 賣得一個比較好的價錢 只是有時候我們都裝箱好了 要出貨了 卻接到盤商那邊的電話說 這一期的水果量太大 價格實在不好 要我們別再出貨 聽到這裡心都亮了一大半 但是我的爸媽卻只能努力咬牙苦撐著 因為他們想要讓我受到最好的教育 期盼透過教育 能夠為台灣的農業帶來一些改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WiFi 這一次要鎖定在台灣農業 做出一套生產規劃系統 而這一次啊 我們還訪問到許多 相當關心台灣農業的人 一起來聽聽看 他們怎麼說 政府都沒有在輔導這個東西嘛 那他隨便你種價格高的時候就亂種 種一大堆 種了就疊下來了啦 退休以後 我想回來做的 根本賺不到錢啊 政府不支持的話 我想任何一個產業都沒有辦法做 那個是一種浪費 農業的浪費 如果說有學術單位 或者是改良廠的 政府的改良廠來配合的話 當然農民的會比較有意願參與 用現在這種先進的科技 去打造一個 agriculture 是很好的概念 所以你們今天做的 在我看來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你讓以後 從事農業生產跟農業政策決定的 他有更有系統的一套 database 讓他可以去參考 要靠你們年輕人去 去讓這個 所以說讓我們以後做農的 因為我們也是沒有機會啦 就是像以前以後年輕人 比較喜歡進來這個農業 不然你做不到錢 誰要進來這個農業 對 好的 為台灣的農業改善當前的問題 是Wi-Fi共同的志願 我們以生產規劃系統為主題 以高麗菜為例 來做這樣的計劃 那為什麼要以高麗菜為例呢 是因為高麗菜是民生常見的 葉菜類 而且廣泛的種植 那這個是今年三月真實的新聞 像這樣子菜價崩盤的新聞 可以說是十分的常見 而且我們已經看到有些麻木了 那是對於農民而言呢 卻是相當的苦不堪言 每一次的種植 就像是賭博一樣 我不知道我這三個月的努力 究竟會不會複製一句 這是因為時常有著人為的搶中 然後導致過剩 導致他們血本無歸 其實農民是相當的需要幫助的 一起來看到 這是高麗菜的價格的歷史走勢圖 其實呢從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高麗菜的價格在半年之內 就可以從四塊波動到五十四塊 如此巨額的波動幅度 我想在座有許多優秀的企業家 我想我們應該都不樂見自己的產品 有如此劇烈的價格震盪吧 農民當然也是他們的生活是沒有受到保障的 他們是急需要幫助的 那我們就深究 為什麼會有價格波動這樣的現象出現呢 其實呢是由於市場的供給需求是不平衡 導致菜價上下的波動 那為什麼會供需失衡呢 經過我們這次的研究 其實是源自於農民的資訊是不完整的 這才是根本的原因 那其實呢農民就跟企業家一樣 在做生產決策的時候 需要考量相當多的資訊 就如表列所示 那其中呢他們還會很想知道 已經種了什麼樣的作物 以及種了什麼樣的規模 但是呢當前的狀況下 他們並沒有辦法 靠自己的力量去收集這樣的資訊 他們只能依著前期的價格來決定 我到底要種多還是種少 導致常常有搶中的行為 跟菜價的波動 那其實呢政府對於這樣的議題 當然也是相當的關心 而且有所作為的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呢 每年呢除了老農津貼之外 還花了415億巨額的財政補助 在這個方面 但是呢農民真正想要得到的 是一個事前完整的資訊 讓他們可以安心的生產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政府的作為 以及農民的期待呢 是有所落差的 其實呢每年415億這麼多的錢 是怎麼花的呢 經過我們的划算 可以換成R8頂級ODI的跑車 4150台 但是呢這樣的錢就灑在農業裡面 在這個困境裡面不斷的循環 而農民呢也沒有得到 他該有的幸福感 謝謝大家 但是其實呢 當前農業的問題是需要改善的 而改變呢就是邁向智慧農業的開始 我們Wi-Fi呢 以生產規劃系統達到Agriculture 也就是我們要Running on the Cloud 這樣這套系統 那Agriculture呢 也就是農業的新文化 那我們是怎麼提出我們的解決方案的呢 首先我們建立了就是 我們的生產規劃系統 提供給農民一個精確的生產資訊 那在這邊呢 我們是以高麗菜為例 希望日後能夠擴及到其他的農產品 來幫助農民 那有了這樣的系統 就要有好的推廣方案 我們為農委會 設想了幾套推廣的方案 那之後會為大家做詳細的介紹 然後來推廣這樣的科技給農民 那最後呢 這個生產規劃系統 當然只是我們一切的基石 我們日後呢 將邁向智慧農業的願景 那接下來這個部分呢 就是在建立我們生產規劃系統的時候了 我們要如何做 其實我們生產規劃系統的最大目標 是建立在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的均衡之下 我們要去穩定那個價格 而那個價格不會太高也不會太低 正所謂 古貴商民 古建商農 那有了這個目標之後呢 我們就朝這個方向前進 去建立我們的生產規劃的模型 但是啊在建立模型之前 我們必須要做出一些假設 我們第一個假設呢 我們跟林靜的 考慮到林靜縣市的氣候 還有地理的條件 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們將台灣分成四大地理區域 分別為北 中 南 東 然後我們再為四個不同的區域 去建立不同的模型 第二個假設呢 我們根據消費者偏好理論指出 偏好在短期內是區域穩定的 我舉個例子 假設今天有一個人 他很喜歡吃高麗菜 但是不會一般正常人 不會明天或後天 就變得超討厭吃高麗菜 所以我們假設是需求是穩定的 那有了這個假設下呢 會造成價格波動的主要原因 就是來自於供給面 第三個假設呢 當市場均衡的時候 需求會等於供給 所以我們假設交易量就是產量 最後個假設呢 我們考慮到大白菜的生產的技術 跟高麗菜是相當相似的 而且為了簡化我們的模型分析 所以我們在這裡假設 大白菜為高麗菜生產上的替代品 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來選擇變數了 其實我們收集了政府10年的open data 那我們也考慮了20種相關的變數 那我們到底選擇什麼樣的變數啊 首先當然包括我們的目標變數 也就是高麗菜的交易量 那另外呢 我們也考慮了其他 直接影響或漸漸影響農民的變數 例如說像是氣象變數 裡面我們就考慮了氣溫啊 或者是餘量 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有了這些變數的加入之後呢 我們就來開始建立我們的模型 其實我們已經為四個區域 建立不同的模型了 這裡是以北部地區為例 在北部地區呢 我們建立了回歸 蓋化線性 切跟線性回歸 最後我們是 根據我們的評估 我們認為線性回歸 是最穩定以及最精確的 那模型建好之後呢 就來開始重要的步驟就是做預測 這張是我們做預測的流程度 那這裡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的生產規劃系統是要來穩定價格 做出最式的生產預測 那我們到底要把價格穩定在什麼樣的水準之上啊 因此我們把北部的 例年價格再做一次平均 我們可以得到27塊 然後將這個27塊 帶入到我們模型裡面進去 我們就可以成功預測出我們的最式生產量 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們預測出來的結果 大家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區 2013年3月的時候 我們把價格穩定在27塊的目標下 我們預測出來最式的產量為 11萬5894公斤 但是這個數字還不能用 因為還必須要透過一些處理 農民在做生產決策的時候 是以土地面積來計算 例如說我3月種了多少公頃的高麗菜 所以我們把11萬5894公斤 透過每公頃有多少公斤的高麗菜收量 成功的轉化成為 最式的種植規模為51.6公頃 這個數字對農民來說 就有一個參考的價值 那他們到底要怎麼用 其實我們是希望透過雲端的方式 將我們模型所算出來的數據 上傳到雲上 農民在未來就可以看到這張價格預警圖 他可以知道說在3月 他目前所在那個地區 其他農民目前已經種了多少規模之外呢 他也可以知道 我們為了讓價格穩定 有給他一個建議的最式種植規模 他如果發現 那地區是呈現綠色的 代表說目前的種植量 還沒有超過我們所建議的量 還在一個安全的範圍內 那如果發現 現在已經呈現紅色來警示了 代表說 目前的種植量已經超過我們所建議的量了 未來會有價格崩盤的問題發生 提醒他說 你不要再多種哦 不然你的農作物 可能會暴露在價格崩盤的風險之下 到這裡 我們的模型的建置 還有運作的流程都已經建置完畢了 那他到底有什麼價值啊 其實他最主要的價值 在於解決剛剛立惠所說的 農民對政府的期待 跟政府之間的實際作為的落差 對農民來說呢 有了這套生產規劃系統之後 他有一個更完整的資訊 來協助他做生產決策 我們實際把這個效果量化成數字給大家看 以今年2013年3月為例 如果農民沒有我們這套生產規劃系統的時候 市場的價格是10塊 市場的產量是18萬3000多公斤 把這兩個數字相乘 我們可以得到180萬的產值 那如果有了我們這套生產規劃系統之後呢 我們是將價格穩定在27塊 我們預測出來的最式產量為11萬5000多公斤 那產值為312萬左右 這兩個結果相比 雖然產量減少37% 但是我們的產值就是增加了129萬 也就是增加了71% 另外呢 對政府來說呢 如果有了我們這套生產規劃系統之後呢 他可以提早預警 例如說他發現現在這個地方 已經呈現紅色來警示了 代表說未來會有價格崩盤的問題發生 他不用等到問題發生之後 再來想辦法解決 他就可以提早進入 將多出來的產能進行加工處理 來提高他的經濟價值 另外可以減少價格的崩盤 第二點呢 政府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他可以更有效利用這415億的農業補助 因此我相信 我們的生產規劃系統 我們是利用科技的方法下去分析 讓傳統的農業變得更智慧 也帶來新的價值 是的 那在我們有了這麼一套 這麼棒的生產規劃系統之後 接下來就是如何推廣給我們的農民朋友 並且得到他們的支持 我們採用的是一個行銷的流程 也就是消費者接受新產品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必須先增進農民的awareness 之後提高他們的interest 接著讓他們可以自行的去trial 接下來就會採用了 所以我們這個階段的活動 主要是要貫穿awareness到trial的部分 我們把這個活動命名為農喜利啦 顧名思義就是使農民歡喜的一股新力量 而用台語來發音就是農喜利 農喜為了利 而農喜利啦 如何提高農民的awareness呢 所以我們選定北部以及中部的這個農夫市集 前進這些市集 來跟農民進行一對一的接觸 另外我們農喜利有一個遊戲的app 所以我們就是到這些市集 跟農民玩這些遊戲 提高他們的興趣哦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遊戲 其實是可以讓他們去模擬種植 模擬做決策 接下來就會去採用囉 那在adoption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個地方是針對中央農委會作為出發 提出三項的配套措施 好的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農喜利啦的活動現場看看吧 由於當天啊 我們就是想說農民應該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很尷尬這樣子 所以我們沒有錄影 那我們現在就以模擬的方式來呈現給大家看哦 阿伯你好 欸你好 就問這高麗菜都你贈的哦 對啊我贈的啊不然你贈的哦 沒有啦我是要問說你的菜價會不會有時起 有時就這樣 哦也沒辦法啊 三分天主堂七分科法打拼 我也很拼的耶 阿伯我們先來玩一個小遊戲好不好 好 上個月高麗菜賣五十塊 這個月賣七十塊 請問你會多種少種 當然也多種 好我們選多種看會發生什麼事好不好 好 好啊試試看哦 好 發生什麼事 價格大崩盤 好看耶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不只你多種 大家都多種啊 就價格崩盤了耶 那我們現在用科技的方式來分析 然後我們電腦幫我們跑程式 還有我們請來了一些像是中興大學的殖病系教授 蔡東串 蔡東串喔 我是他的粉絲耶 他說什麼我都聽他的 真的阿伯 那蔡老師也會跟我們一起來輔導你們 你會聽我們的狀況 好啊教練講一下看看 好 那這樣子 就有好結果囉 謝謝阿伯 謝謝拜拜再見 好的其實我們當天的活動就是這麼的熱烈 這麼的這麼的有趣的進行著哦 我們一起來看看 其實我們當天是有接觸到 147名的這個農友 那其中有效樣本就高達136 而其實呢 在男女生的比例沒有相差太多 另外阿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農民朋友 你們是不是玩過遊戲之後 要不要來接受我們這套生產規劃系統呢 其實阿在當天遊戲進行完之後呢 是有高達106個農夫呢 就是給我們支持然後表示贊同的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支持率哦 這樣子的支持率是高達8成 所以大家一起來看 在產這個部分阿 我們已經得到農民朋友的支持了 另外呢 我們這塊大餅值完成三分之一呢 我們另外還希望可以得到 官跟學的支持以及肯定 所以我們到了農委會資訊中心 尋找這個潘國財主任 潘主任阿是我們常常拜訪的對象 他覺得我們的提案阿非常好 非常富有這個市場價值 所以他以他的專業給予我們極高的肯定 也承諾我們哦 未來在推行上面 他願意給我們大力的協助 另外在學界的朋友阿 我們找到了中興大學執病系的 蔡東燦蔡教授 蔡教授同樣的也很喜歡我們這個提案 所以呢也願意給我們極高的支持以及鼓勵 在產官學三端呢 都已經得到大力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以中央農委會作為出發 制定三項的配套措施 首先來看農民版人力魚 是不是每次在看人力魚播氣象的時候 都覺得他講得特別準 特別有說服力對不對 所以阿我們也希望去找到農民心中的這個人力魚 其實我們找到了啦 就是剛剛的蔡東燦蔡教授 蔡教授呢如果能夠為我們播報 剛剛雲虹所說的這個價格預警圖阿 就可以更加具有說服力 更貼近農民朋友喔 那在哪裡播呢 我們是希望可以在這個農會的電視牆來播放 阿除了播放這個 也要同時播放我們的這個生產規劃系統的種種資訊喔 那另外最後一項就是農友IC卡 其實這個卡片阿 本來就是農委會下半年要推行的政策 就跟我們每個人生病的時候 一定要拿這張卡片去看醫生一樣 未來農民朋友你要領到什麼肥料的補助阿 土地的補助阿 你在耕種之前就要拿著這張卡片到農會 而且在登記的時候你要很誠實的公布說 你現在的耕地面積有多少喔 所以這樣子的政策上路之後 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我們可以掌握到最新最及時的資訊 第二個我們的預測可以更加的準確提升我們整體的價值喔 那既然我們有這三項的配套措施 到底能不能觸碰到我們的農民朋友 其實我要在這裡特別為大家分享 農民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族群 他們在資訊傳播的管道 以及說這個政策傳遞的流程 都是先由中央農委會開始 再把資訊交由地方農會再轉交給每一位農民 所以是一位農民都不會漏掉的 另外再隨著農民有這個網路阿 把電腦的比例越來越增加 他們越來越有能力把資料回傳給農委會 另外我們相信在農民之間 有這個所謂的這個口耳相傳 也就是所謂的口碑行銷 這樣的一來一往 我們相信就可以成為一個農民 自己的農民版的社群 而這個社群我們相信是百分之百命中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那三個這個配套措施 一定可以百分百命中 我們全台55萬的農業人口 最後跟大家來分享 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每個產業都是逐線走向這個智慧化 但是我們台灣如果要邁向 Smarter Planet 目前還缺少了一塊非常重要的拼圖 就是我們的所有產業之母 農業 我們台灣是以農立國 怎麼可以來偏費農業呢 而我們這一套生產規劃系統 只是打底第一步 未來還可以走向什麼樣的境界呢 一起來看這個例子 其實IBM現在在泰國 已經發展出一套非常有這個智慧的智慧農業模式 他們在每一個農地啊 以及農機具上面裝置的這個感測器 日後我們台灣若是能引進這樣子的感測器 一定能夠蒐集到更難蒐集的資料 像是病蟲害 這些資料呢 在跟我們原有的農友IC卡後面的資料 做一個結合 做一個互補 我們預測出來的值可以更加準確 另外我們也建議 是不是可以再加裝像是生產履歷這樣子的機制 就可以方便來追溯我們農產品的源頭 這樣子呢就可以降低現在炒得沸沸癢癢的 毒澱粉之類的食品安全問題 藉由我們一步一步的努力 我們相信這樣子的努力 可以為台灣來拼上缺少已久的這一塊智慧農業拼圖 謝謝大家 好 非常感謝呢我們這個隊伍WiFi的提問 我聽到了有攻擊上隊的語言 大家笑得很開心 那同時呢農友也不錯 所以Eddie呢露出了相當得意的笑容 好 但是這一輪你當然不能夠提問 所以呢我們請我們的同學就位 請評審開始一一提問 在這一輪呢我首先邀請的是李基督董事長來第一個提問 謝謝 首先我是非常欣賞這一組同學 邏輯非常的清楚喔 對他的表達 想要表達的這個理念跟推理喔 不過他們在探討這個題目 事實上是大概經濟學裡頭的豬王理論 就是農民根據前一些價格 在決定這些產量的攻擊這個 大概在我們18、19世紀 大家就關注這個問題了 也一直在研究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 所以事實上在各國都做了很多這種模型 那剛才一開始各位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農委會做事後 其實就我所知 其實農委會在事前 這個預測模型它已經做了 我之前也請我的助理先打電話再去確認 那今天早上也特別打給農委會的主委再確認 就是對於事前的預測模型 其實農委會都做了 那所以我想要了解是說 因為你們也接觸了農委會 所以我想要了解是說 你們建構的這個模型 你們覺得比農委會建構的模型好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可以稍微給我們一點資訊 那第二個就是說 顯然價格還是會波動 當然它的原因很多 可能來自於突發性的因素 比如說他們今年就已經規劃好說 多少的農工地要做這個稻田 種稻米 可是又發覺到今年 今年有行一個什麼農熱什麼 並沒有忘記 它總會有一些突發因素 所以造成它的價格 還是今年突然串高 當然有些不可測的因素 可是我相信一定還有一些是來自於 可能訊息傳達的不夠徹底 你們講的推廣這個部分 那我想要了解是說 在你們的認知裡頭 農委會是在哪個管道裡頭做得不夠徹底 所以讓這樣的一個資訊 就是應該傳給農民 種多少的糧食部分 可能不夠徹底 那因為我們就像你最後提到 其實台灣的農會是一個非常強的體系 它的傳播能力跟農民的互動性是非常密切 可能比你們各位就是單純的一次跑到市集去跟農夫聊一聊 可能來得更好 而且他們可能信任感更高 因為他們是長期跟他們親密很密切在互動 所以我想要了解是說 你們這樣的推廣方式 會比現在的農會體系 它透過各地的農會 而且長期跟農民建立這麼長的信任關係 所做的一個傳遞來講 你們有比它優勢在什麼地方 這是我想的第三個問題 那第四個小問題就是很好奇 就是說你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把10塊錢調到20塊錢 就會產生多少的價值 那基本上有沒有想到說 在你們這樣的調整 是因為你把價格拉高 第一個它會影響到消費者權益 第二個你把價格拉高 然後把耕地縮小 那請問休耕的那塊地 照政府的政策 它還要對休耕地做補貼 它還要再花錢 那所以在這樣的整個trail of 權衡下 它是不是很好的model 也是讓我們有點好奇 那最後談到就是這次的主題 是講說所謂的結合社群媒體資訊 那我聽到好像如果沒有聽錯 你們的所謂的社群媒體資訊 用的是所謂口耳相傳這種社群媒體 而不是我們一般直覺上理解 現在我們在上面什麼WeChat的這些 這些感覺上的這個東西 那我是想說你們可不可以想一下 其實這些先進的措施 這些先進的這些工具 其實還是很有幫忙 它可能可以透過這些先進的這些社群網站 收集很多消費者需求的變化的資訊 其實它還是有幫助的 不見得只是落實在後面的口耳相傳部分 所以幾個問題請教 好的謝謝你的提問 那我想說你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再問說我們這一套的生產規劃系統 跟農委會做的到底有什麼樣子的差別嗎 那就是首先回答這樣子的問題是說 其實我們相信農委會其實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在接觸農委會資訊中心的潘國才科長的時候 其實它也是說他們有內部有在自己做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再加上我個人的經驗 其實因為我們本身就是農家嘛 所以我們對於說農委會做的這樣子的資訊 其實一直不是非常的清楚 那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以我們幾個學生這樣子的能力 做的東西當然沒有辦法 像中央農委會做的那麼樣子的好 但是我們希望藉由我們自己的努力 我們朝向直接去跟農民進行互動 了解他們最深沉的意願在哪裡 然後並且告知他們說 如果有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他們是否願意參與 提高他們的awareness 這是我認為說我們跟農委會在做的部分 比較大的差異吧 也就是說在農民到底就是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也許農委會他們做的東西真的很棒 但是我們也比不過他們 但是我們是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藉由尋求這些農民的互動這樣子 對 那我想回答那個關於農委會現在 還有哪些現行方面的缺失 是還沒做得很好的 其實現在政府都有提open data的概念 但是就我們在做這個proposal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其實這些data 都是散落在各處的 我們要去一個一個去收集起來 是很麻煩也很費用的 也就是說目前的農會的狀況 跟農委會的狀況 是沒有一套整合的data base 如果我們把這個東西透過雲端的方式 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未來農民只用智慧型手機 或者是他直接去農會 用觸控槍那個互動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知道他想要什麼東西 他不用再去收集了 我回答社群的部分 就像您剛剛提到的 這個農會是一個歷久以來就有的社群 那他也是百分百命中我們的目標客群 那麼我們就還是照樣利用這個非常有效的社群 從農委會推廣到農會 在農會再命中每一位農民朋友 當然這些社群媒體 網路上的社群媒體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剛剛您是聚焦在這個消費者端 可是我們目前剛剛有個假設就是 消費者在短期內的需求量還有偏好 都是穩定的 所以我們聚焦在生產端 穩定生產端就能穩定價格 穩定利潤 所以我們是在農民這方面的社群 做來做這個聚焦 所以剛剛才說農會 以及農民之間的口耳相傳 大概是這樣子 那對於就是剛剛您有提告的 我們把價格從10塊拉高到27塊 會造成有一些耕地是減少的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這裡是以高麗菜為例 我們希望達到一個拋磚引玉的效果 把這個模型拓擊到其他的作物 也就是說未來其他作物也會有這樣子 那不會有 如果他發現高麗菜已經不能種了 他就可以去種其他的作物 像我們在這裡假設大白菜為高麗菜生產上的替代品 所以如果農民現在發現高麗菜產量已經到滿了 他就可以轉換成去種大白菜 那如果他發現大白菜又滿了 他可以轉換種植技術相近的 我們希望一步一步的讓全台灣都有這個模型 另外我想再補充回答一下 就是剛剛您問到的價格的那個題目 您說我們只是把就是價格提到某一個水準之上 但是其實我們提高的這個價格的水準是有根據的 這個呢是可以讓消費者接受 而且農民也可以有就是比較好的一個利潤的 其實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高麗菜的價格是不斷的波動 但其實我們做的是穩定在27塊的區間這個上面 所以呢我們認為這樣的價格呢是 使兩方都可以受益的 對然後您剛剛有說到就是 還是會有一些收耕的補助嘛 但我們認為我們這套生產規劃的系統呢 可以使這415億的補助呢 更有效率的去做一個運用謝謝 好這個李基柱董事長的問題非常犀利 同學們回答的也不錯 但是我這邊再做一下說明 雖然我們今年的題目為決戰社群 但是對於社群的定義或是社群的琢磨 每一家企業主給的功課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也跟讓所有的這個裁判老師們先了解一下 那我下一位邀請Kevin來提問謝謝 我覺得你們這個團隊提的這個案子非常神聖 也是台灣是需要很關注的一個問題 那只不過我這邊的問題很簡單 應該是說剛剛這個李董事長也幫我提問了很多 謝謝這個 針對兩個不同的Variable Pricing的Variable 跟這個Supply的Variable 你們居然可以找到一個共同時間上面的分析點 那除此之外 這個 我簡單的講來說的話 總要有人種米 總要有人種菜吧 對不對 那不可以說今天 米價好就種米 菜價好就種菜 那大家對消費者來說 是沒有辦法market的一個概念 對不對 那你們怎麼去針對 而且在這當中還有專有技術的考量點 對不對 那你們這些是不是都有考量點 因為你看一個芒果可以賣到 在日本有一個芒果賣1萬塊 好像10萬塊 不好意思 兩三萬都有 那這個部分你們要怎麼去考量 那是不是台灣應該是針對 這個專有技術的農業去發展 才能產生價值 還是說 他們純粹就是拿415億就好了 還是說 那你們這個project的執行 怎麼去讓這415億減少 它的效益會是多少 你們可以就是可以提比較實際的數據 是不是 我首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就是在關於生產配置上面的問題 其實我們最主要提供這一套生產規劃的系統 是要讓即時的提供他們說 當你要種高利菜之前 你可以先來我們剛剛所謂的這個價格預警圖來看看 目前其他人已經種了多少的規模 那其實我們另外也訪問到了一些農民朋友 那我們了解到說 其實在台灣 葉菜類 像是我們這個高麗菜 包心白菜 以及其他的葉菜類的耕種方式 其實都是算是還滿相近的 那所以呢 他們可以做一套 譬如說高麗菜現在已經太多人種了 不能種 他們可以轉種去種植像包心白菜這樣子的菜種 那所以就可以做到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生產配置 那另外呢 像您剛剛說到了芒果這樣子的一個作物 其實像我們家本身是種植蓮霧 這樣子算是比較高經濟作物 那我們認為呢 像我們剛剛制定的這一套生產規劃系統 目前只是佛兒葉菜類 那當然我們會繼續再精進 未來如果可以用到高經濟作物的話 我們相信我們要考慮的層面 不只是剛剛的那些變數 我們也要考慮到一些預期的心力 因為高經濟作物的種植的話 比較多農民也可能會走向 賭一把這樣子的心態 好的 那我想要補充 其實呢 剛剛您有問到就是效益跟 就如何更有效率的運用 那其實剛剛雲童有報告到 就是光是北部 在三月的那個使用我們的建議 去種的那個方式呢 就可以提高71%的那個價值 不知道評審們還記不記得 這其實只是北部地區一個月的 北部地區一個月 就可以有這樣子的效益存在 那另外呢 我們還種了 還做了就是南部中部 以及東部的高麗菜的 就是當月份的那個效益的評估 請到這位的Begaflight 對 這是光是一個高麗菜的生產規劃系統 就可以提高這樣子多的產值 那我們相信我們日後 如果能擴展到其他的農產品上面 勢必有更多的產值 那另外呢 這是我們估算的推動的成本 其實呢 就是像是我們有說到農民版的人力語 因此呢 會有這個攝影的成本的計算 那另外呢 我們有說到就是農會的電視牆 其實現在農會就已經有電視牆的存在 但是它是不能互動的 但是我們是希望以後能夠做成互動式的方式 讓農民呢 或是農會的人可以幫忙農民去 點選他們想要的資訊 所以有這樣的成本計算 那最後呢 是就是雲端的打造成本 那其實呢 我這裡還藏了一個小小的梗 就是呢 我們需要有就是IBM的SPS Modeler 這套系統 才有辦法做這樣的運算 那這以上的加總呢 就是我們這個運作的成本 謝謝 好 感謝這一問 接下來我們邀請的是 劉柯震董事長來提問 好 那我相信這個題目是在IBM這個 Smarter Planet的這個概念下面 形成的一個 business model 但是我認為你們現在提的idea呢 它到底未來長期怎麼樣變成一個 可以sustainable就是可以長期存活的這個 business model 也就是說 您這個好像是一個公益 好像是一個公益活動 那好像是政府該做的事情 那能不能變成一個公司 或者說一個部門呢 還是IBM要來用Big Data概念支持政府呢 就是說似乎是一個有一個創意 但是事實上是一個公益的創意 那我想問的就是說 您這個sustainable的 business model 到底是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 model的話 你這個idea並不會長期存在 好 那就請問這個 好 就是其實我們這樣子 有一個建議的價格 這樣子的方式呢 並不是先例 其實日本呢 早就是在每個縣市的農產品 都有固定的價格 因此呢我們相信有日本的借鏡呢 我們這套系統可以在日後的發展上面 運作得更完整 我知道 但是你們 你們要到農委會上班嗎 還是你要自己組個公司呢 還是自己用個合作社的概念 就你們這個營運怎麼收費 那怎麼長期存在 我們最主要是代表IBM 所以我們將我們的客戶 定義為農委會 所以我們這一套的這個推廣的模式 主要是先說 如果說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農民都可以買賬的話 就是農民都可以受益的話 那我相信農委會 也就是沒有什麼理由好說 就是不要去 意思就是藉由B吐C再吐B 那我再補一下 就是說那您現在就是說 您是代表IBM 用個這樣的bus model 推廣到政府就是農委會 那農委會付錢來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系統的金額 它在Big Data方面的金額 跟它的系統就必須要有一個尺寸 不然的話這個尺寸太小 對IBM來講 它的商業就沒有那麼大 那我覺得 這個東西就是智慧農業 就智慧農業 那智慧農業裡面 如果你只處理這樣的資料的話 有一點是公益可能沒有什麼 那個收入性可能不大 我會懷疑它的商業不夠大 這樣子 謝謝 好 感謝這個劉董事長 是非常專業的指教 大家要把它留在心裡 接下來我們邀請David 給我們提問好嗎 謝謝 首先感謝這個WiFive的團隊 讓我知道 因為我本身不買菜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高麗菜的價格 可以有這麼大的波動 那再講到這個菜價 我就想到說 你剛剛裡面提到 就是包心菜是高麗菜的替代品 那你也強調過說 這個 一般的買這個高麗菜的人 他不會一瞬間之間 就改變買其他的產品 所以我不知道 你剛剛那個假設 那個高 包心菜是假設性說 如果今天它變成它的替代品的話 還是說 為什麼替代品不能有1到2個替代品 而是只選擇這個 因為像我本身如果高麗菜沒有 我就是不買包心菜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剛其實Kevin有提到 就是這個高精技價物 像芒果在日本可以賣很多錢 但是在這個裡面我看不到說 為什麼我們政府不能把這個菜 就是說外銷 所以像泰國來講 那本身是第一個 第一大的稻米輸出國 那台灣是不是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可以外銷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這怎麼plan這個部分的產能 謝謝 我回答關於第一個 我們為什麼會假設大白菜 為高麗菜生產上的替代品 其實它的高麗菜生產上的替代品 有非常多 因為它的生產技術 跟其他野菜類都非常相似 但是為了 因為我們如果考慮太多種替代品的話 我們的模型可能會變得太複雜 那這裡我們只是提出我們一個雛形 在未來如果能夠運算技術更龐大的話 我們當然會考慮其他的替代品進去 這替代品是指生產上的替代品 是指農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的替代品 那需求部分是指說 這個偏好其實是短期內 對於消費者對於需求面來說 是不會劇烈波動的 那即便有個案一個人可能突然很討厭 但是全體全台灣的人民 不會突然同時討厭一個 所以我們對於需求面的是有穩定的假設是在這裡 然後另外進出口的數量 我們也有把它納入到我們的變數裡面進去 所以我們也是根據台灣的每年的進出口數量的data 然後我們下去做合理的預測 好 感謝這一問的回答已經完畢了 那我們邀請Norman來提問 其實我原來想問的問題都給劉東師講問了 其實差不多也是關於那個business model 或者是對IBM的貢獻在哪裡 首先我想說我覺得整個概念非常好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將科技去幫助一些傳統的行業 所以我想問可能在做完農業這方面 你覺得整個模式或者是整個方案 有沒有想過可以應用在其他什麼領域裡面 這個也可以說是幫IBM去拓展 除了一個業務 一個業務之外 也可以重複到另外其他的業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 好的 那就其實我們剛剛一直有說到嘛 我們希望以後可以擴起其他更有經濟價值的一些農作物上面 只是我們這次做的是常見的高麗菜 那當然除了可以在農業上面做運用之外 我還發現可以用在就是養殖漁業上面 因為其實呢現在的漁民也很常 就是因為某一個魚的價格 漁廟就是賣的特別好 他們呢就一窩蜂的就是去養這樣子的魚 那導致呢就是在收成的時候呢 就是也是一樣有菜架崩盤 不是不好意思是魚架的崩盤 所以呢我也認為是可以應用在這個魚的這個產業的 謝謝 謝謝 好 感謝Jame提問 那接下來我們請Jame提問 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一個想法 但是這個偉大的背後呢 它也有可能是一個兩面刃 因為你剛剛講的嘛 你們現在只有算這個高麗菜嘛 那接下來要算大白菜 接下來要把所有的農作物都納進來算 那下一步就變成農委會 會開始分配所有農民之間 你要種什麼你要種什麼 因為農委會變成是一個財富的分配者了 而農委會的每一個決定 會影響著這些每一個農民的財富 跟每一個消費者能夠用多少錢買到這些東西 那到那個程度 我們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還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嗎 還是我們變成一個計畫經濟跟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 關於如何防止我們走上這一點 你們有什麼想法 OK 其實我們也有想過這一點 因為台灣畢竟是一個自由經濟開放的國家 你不可以強迫農民就按照你的所算出來的量去種 他如果質疑要搶種的話 但是這裡對政府有一個效果 因為透過我們的模型 我們可以提早的預警 如果他發現這個地區已經進行到紅色的警示的話 代表現在產能已經超過我們所預測的量了 所以他可以提早的進來做 把多餘的產能進行加工處理 例如說可以製藥 因為高麗菜可以製成藥品來製成味藥 然後來提高它的經濟附加價值 讓市場的產能可以不用一下子出來這麼多 來減少價格的波動 好 還有要回答嗎 我再補充一下好了 其實呢並沒有說強制的要規定 農民一定要種我們的量 但是呢由於有這個農友IC卡的上路呢 其實呢在行政上面我們可以說 如果你沒有按照我規定的建議種植量去種的話 你多出來就可能有一些災害的發生 或是就是菜價崩盤之後 我的保駕收購這個補助 在你多出來的量那個方面我就不給你 那這個呢就交由農民自己決定 他到底要不要種我們建議的量 謝謝 好 OK Sara 你要補充嗎 我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點子是我們實際去拜訪江啟臣立委的時候 他給予我們的建議 他認為說 如果你要怎麼讓你的計畫可以可行的話 你可以用補助來幫你這個東西 如果未來農民他因為不按照我們的話去種 然後多出來產能損失了他們 我們就不給他補助 如果按照我們的產能去種的話 他損失我們再補助 好 謝謝這個巡迴的巡達 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這一組 OK Sorry 我稍微對不起 因為我最後才聽懂 反應比較遲鈍 所以最後才說 你們要代表IBM去賣這個模特兒去給農委會 如果你回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剛剛講說 如果他只是一個學生的一個練習題 我覺得那個邏輯非常清楚 那如果你是要賣這個模特兒給農委會的話 我還是回到原來的問題 你的優勢在哪裡 因為農委會已經架構了一個非常完整的 不管你講的甘藍菜小白菜 而且它互動模型 就是今天多種小白菜對甘藍菜的影響 你今天種水稻對賣的影響 它那個整個模型那麼大 都架構非常的完整 你IBM的優勢 你們架構的模型不會比它成熟 你們的優勢在哪裡 因為我現在才聽懂 你們要賣一個模特兒去給農委會 因為農委會收集的資料 資料也比你們豐富 然後它的專家也很多 因為我剛剛講說 你剛剛不管是講漁苗 講這個 都是回到我們經濟學 那個非常簡單的原理 叫豬網理論 就是用前一期的價格 預測下一期的供給量 這個都已經研究了超過100年的歷史 所以每一個國家農產單位 都花了很多的心力去請專家 建構這麼龐大的模型在做 那你們現在才要起步開始來做模型 而且你們一開始就先否定說 農委會有這個模型 你們農委會只有事後補助 其實農委會這個架構是非常成熟 所以我在想說 你們用什麼樣的理由 說服農委會 要來跟你們買一個相對 才要起步的模型 好 非常感謝李主董事長的這個捶詢 但是呢 你們的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等會兒 如果你們得獎了之後 再來回答這個問題 好吧 我必須先把你們請下台了 不然的話 我們大家都沒有辦法去上洗手間 因為還有一組在後頭 好 我們先掌聲來謝謝我們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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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